本土7号死亡人数仍破百例 但被要求禁速火化 确认死亡人到底是不是要在24小时内火化完成 引发各界热议 我们并不是说24小时以内火化的人是错的 没有那是对的 因为我们希望他速度快 只是我们没有明显说是24小时以内 主委官陈时中7号记者会突然改口说24小时内火化没错 台大医院长黄立明认为 24小时内火化就疾病传播管控来说 没有必要 只要包好就不会有问题 缺乏明确遵循SOP才是关键 前机关局副局长施文宜认为 Armocron已经清正化 别再抱着清零思维 应该将清关病毒列为第四类传染病 目前台湾确认死亡人数累计2360亿人 新加坡1393人 施文一也演出纽西兰 欧洲和新加坡等国都没有明定确认死者应该竞速火化等规定 理论上他没有呼吸也不会有咳嗽的反应了 所以基本上从呼吸道去继续传染病毒是不太可能 那其实在死者我们也会去给护理师做个清洁再交给脏医社 那做个全身清洁的话 其实在那个等于达到一些倾销 那他接触上的一些传染 那机会就会应该比较偏低的 医师也认为确诊死者无需急着火化 但临终前若能有家属陪伴 相关确诊后的探视规定放宽 应该要好好斟酌 TVBS新闻王新唐曹教授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